保障原住民的权益 明年请原住民邻地的禁法补偿 不但从原本的每公顷三万元 调整到了六万 那么未来森林竹林也能纳入探汇的计算 提升诱因原委会就特地到了桃园来办说明会 讲解申请的流程 要协助族人取得探权 从原民会政务副主委杜章梅庄手中 结果象征保护山林有成的棕雄奖杯 桃园市从105年起执行原住民保留地的禁法补偿计划 已经迈入第九年 保护面积从1133.5公顷提高到今年的4060公顷 成效卓越或中央肯定 给你一些预算 那我知道好像目前会在32.3万6之间 还有你们有足以认证的 还可以额外地再加急 所以很重要 足以还是要尽快地去学习 山林是原住民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 例如竹林可以采收竹笋或做成竹制产品 禁法面积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竹人的生计 10月底环境部审议通过 将森林竹林纳入探汇计算 这场说明会邀请专家学者来到现场说明 就是要协助竹人了解流程取得探权 它是一个需要时间性的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 竹人们必须要先有一些成本们出来 去做一些土地的经营 森林的更新之类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依照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方法学 它所换算出来的一个碳换算量来讲的话 森林经营跟竹林经营 目前的吸探量好像 森林经营的话会比较低一点 那目前可以评估的话 是做竹林经营的这一区块 明年起 山林的进发补偿金 不但从原本的每公顷三万元 调整到六万 未来族人还能拥有探权交易的权利 如此不但能提升保护山林的诱因 也让原住民族人的生计更加有保障 一辈准福 每公顷三万 bajo 隔音 exh των 甚至 crane